副財富管理董事總經理姚浩然表示 港股近期雖然上升 但升幅不算大 主要由於板塊輪動 拖累恆子升勢 不過 美元持續疲弱 資金流入亞太區市場 人民幣亦強勢 加上A股上升大動 港股後市偏好機會比較大 恆子目前維持在27,500至27,800點水平回回 代大型科網股消化不利因素後 後市仍有條件挑戰2萬8阻力 紐交所維持三大電信股除牌決定 拖累相關股份受壓 中國移動009411度跌穿40元關口 姚認為其盈利表現未算突出 但低息率吸引 短線在40港元以下可以吸納 不過 反彈力度不算大 阻力緩約在44-45元 至於有傳美國政府正考慮禁止 美國人投資阿里巴巴09988及騰訊00700 它指出騰訊受相關消息影響不大 且盈利增長不足 不妨在560元水平買入 上網600元 美國10年期國債知息率日前升穿一利 憧憬利息收入改善 多隻金融股做好 當中姚浩然首選在海外業務佔比較大的股份 如匯豐控股00005及渣打集團02888 或者有幫保險01299 前景值得看高一線 突然要進行 和音溫 似 kittens 感谢观看